我叫布林杰 我是一个剑客 我终于拿到了能够克制裤子的武器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拿到这把剑 即使是因为我把小山先生 大包送给了那个富博 小朋友们最好还是不要学习 这是非常危险的 好了 有了这把剑以后 我就可以再次挑战裤子了 我叫布林杰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一代剑圣裤子 竟然为了躲避挑战 逃离了这里 旁边的熔炉还没有熄灭 说明他走的时间并不远 但是以剑圣的速度 也许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屋子里的家具依旧整齐 说明他走得非常匆忙 并没有时间来收拾东西 他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 知道了我获得保健的消息 可恶 不管你跑到哪里 我都会去击败你的 你在干嘛 你怎么不经过我同意 就跑到我家里了 至少明珈是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我要打110了 不 请不要误会 我只是来找你切梭的 敲了你足足五秒的门 但是一直都没有反应 于是我就担心 你可能是被苍蝇叼走了 这才破门而入 呃 你一说破门而入 我才反应过来 你把我的门放哪儿去了 还给我啊 而且被苍蝇叼走 是什么烂借口啊 我看你就是想给我家里头毒 哎 话不能这么说啊 作为一个剑客 我是有道德的 别说了 来吧 今天我一定要打到你服 拔剑吧 这次你还敢让我先出招吗 哼 作为一名优秀的剑客 公平的笔剑才是我所追求的 哼 我看你是真剑 来吧 你的武器呢 哼哼 这可是日本著名著剑大师 小山战一郎 什么 又找到不靠谱的家伙造剑 忘了上次是怎么挨打的了吗 我还没有说完 这是日本著名著剑大师 小山战一郎 用他的美色换来的宝剑 他的名字叫做 姑婆快乐剑 呃 你确定这玩意能摸 不要废话了 把你们的小玻璃瓶子拿出来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成全你 来吧 希望这次打完 你能不要再来打扰我 这次我一定会祭拜你 之后就会夺走你的剑圣称号 我要上啦 小山先生果然没有骗我 这把剑的确是玻璃瓶的克星 现在你已经没有武器了 准备好生死了吧 啊 那来吧 准备好向这个美好的世界告别 大人 时代变了 真正的剑圣要勇于接受新的事物 你 真是个小人 难道之前那些 不错 之所以我能在所有的挑战里胜利 全部都是靠着这把手枪 他才是真正的剑圣 只不过我没留下过活口 所以才不为人知罢了 好了 你剩下的值钱货 我就上那了 告辞 剑 还是你剑 啊 啊 啊